一辆坦克正在开心的转圈圈 你透过瞄准镜看到了这一切 打算用红箭7-3反坦克导弹给它打个招呼 你对准了敌方的坦克 他说呢 此时一级火箭发动机启动 同时导弹尾部的夜光管点燃 导弹向高空飞行时 后部有一条细长的线带 你可以用去操控导弹飞行 当导弹飞到预定高度后 二级火箭发动机点燃 推动导弹以120米每秒的速度向前飞行 你透过瞄准器观察导弹夜光管的亮光 确定其位置 然后通过摇杆不断调整导弹的飞行方向 结果由于太过于紧张 导弹与坦克擦肩而过 你赶紧发射了第二枚导弹 此时敌军的坦克炮朝你的位置转动 你小心谨慎地调整导弹飞行 当导弹接触到坦克时 压电引信引爆组装药 推动药型罩形成金属射流 将敌人坦克的装甲击穿 哦 好险好险 这个红剑7-3的操作也太难了 要是只用对准敌方目标就好了 于是队伍颁出了红剑8 此时刚好有一辆坦克从前面经过 你操作导弹瞄准目标 发射 同时发射总颜发射架向后抛出 导弹射出后 你通过红外瞄准器锁定目标 此时红外侧脚以测量导弹的红外辐射 与瞄准线的偏差 然后再通过导线传输到导弹上的接收机中 接收机通过调整的路面 控制导弹飞向目标 击中 就在你臭美之际 敌方的另一辆坦克发现了你的位置 你赶紧朝敌人发射了导弹 不过敌方坦克也朝你开火了 你操作导弹命中了目标 敌方炮弹也命中了你 将你打成了重伤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你重新回到了战场 不过你很担心自己在操作导弹时又会被击中 队友看出了你的担忧 于是给了你一枚红剑12反坦克导弹 你还没仔细端详的 敌人坦克突然冲了出来 你通过发射控制器的电视瞄准镜 锁定了坦克 然后扣下扳机 一极发动机点火将导弹盘射出去 之后你赶紧躲了起来 导弹在到达安全距离后 主发动机点火并持续燃烧4-5秒 让导弹飞向包装 在此期间 非感应式热成像仪和白色CCD摄像头 一直死死盯住目标 前方的弹翼负责稳定飞行 后方的尾移不断矫正导弹的飞行方向 在到达最高点后 导弹向目标俯冲 当导弹接触到敌方坦克后 前部的小型药型罩 会引爆敌方坦克的反应装甲 为后部的药型罩打开通道 来让它顺利清测组装甲 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后 你探出头来 看见敌人的坦克已经被摧毁了 任务完成 你开心的跳走 结果一架武装直升机朝你爽着 还好它没有打准 你赶紧躲了起来 结果你的队友却不幸阵亡了 现在还来不及伤心 你用红箭12瞄准敌方战斗机 发射 导弹静止向敌方直升机飞去 将其击落 任务完成 起来 未经许巨大